两年一次的全国心智障碍者柴翼大赛东区出赛 6号上午在宝藏国小活动中新登场 现场吸引了花东两线有20组将近300位的选手参赛 场面十分热闹 主办公司表示说 这次获选各组冠军队伍会在11月28号 要代表东区出赛全国赛 表演者在台上跟着音乐节奏摆动身子 这是两年一次的全国心智障碍者柴翼大赛 东区出赛 6日在台东宝藏国小巨型 有来自花东两线20组团体近300人参加 参赛者透过舞蹈、歌唱、音乐及戏剧等多元演出 展现苦练多时的柴翼 而出赛各组的冠军 也将在11月28日代表东区出赛全国赛 得到第一名的就是可以上台北参加总决赛 我们真的也是非常感谢 智障者家长总会 每两年一次的这个才艺比赛 让我们深信障碍者 还有这些宝贝天使有一个发挥他们潜能 然后就是属于在这舞台上 就是可以尽情挥洒属于他们的梦想 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讲其实非常的期待 这是一个心智障碍者需要的舞台 参与的单位表示 深信障碍者经过多次的参与才艺大赛 不仅展现所学 更从中培养自信与活力 经过这几年就是我们其实只要在院内 我们让他学会了 然后他们上台表演几乎是不需要老师来带领 然后他们其实在这中间的变化 就是变成很有自信很有成就感 全国心智障碍者才艺大赛历经18年 为深信障碍者打造才艺展演平台 也透过平等的赛事管道 传达期盼心智障碍者有权利在一个正式场合 透过作品创作 舞台表演 展现内心单纯善良与热情 也让各界看见心智障碍者不受限制的创意与想象力 接着讲解台东市报道 接着讲解台东市报道